比如说哪一个呢 比如说这个影片吧 他默认是不是就是 我现在就允许他干嘛呀 这东西吗 怎么弄呢 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干嘛呀 也不需要加默认识了 那这时候呢 他有个方法叫做什么 OK 那这时候一加完了以后 告诉大家 他就可以为什么 为空了 没有吧 娘老师真的加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真的讲了 对不对 那这怎么办 咱们可以杠杠什么 不是杠杠 不好意思 杠杠什么 refresh 是不是OK了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我也不问你们 问你们干嘛呀 不一定想得起来 这时候大家看好 我们看邮箱 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可以闻到了 前面的都是什么 明白了吗 我这样讲的没有 OK啊 可以吧 那可以了 完成以后呢 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干嘛呀 就这个东西呢 这个方法 这个叫做什么 浪 是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 可以 可以 是吧 为什么 为浪 就这个意思吧 他默认是什么 不能为空 我现在就非要让他为空 那就加上这个方法 我这样讲可以吗 当然我们说 从一个数据库严谨性来设置的 我们默认都是 都是不能为空的 所以说你要知道 规范很重要 知道吗 规范很重要 咱们就一定要有一点的 什么 那个叫做规范性 规范性 当然我们为了让大家干嘛 更清楚的理解 所以说我也 给一下 这都不作为的一件事情 好吧 这都不作为的一件事情 哦呀 那这样吧 我们是不是生日完全